本欄目由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想投资想创业想加盟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本节目指定产品 由开碗就能吃的纯燕窝 燕之屋晚宴亲情提供 鲁豫飞复上海与刘翔面对面 化身体育老师玩转东方明珠 私人定制上海一日行 这好帅啊 加油 你是大人迷吗 时代领跑者的光辉岁月 一个时代能够刮一阵风 我觉得我就足够了 两次阴生退赛备受质疑 发生了情之后 谁都不想替我说几句 虽然说我跑得很快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面对感情传闻 刘翔直面回应 我觉得我们再次重逢 是最好的系统 你觉得现在是最好的状态 所以说我现在更多是在做自己 而不是做谁的眼中的刘翔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精彩 马上开始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 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栏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想投资 想创业 想加盟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本节目指定产品 由开碗就能吃的纯燕窝 燕之屋晚宴 亲情提供 这次在上海采流香之前 我见过他一次 就像我在很多的媒体 节目上面看到他那样 我觉得这个很多情绪 好像是被挡住了似的 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其实没有自己的 没有刘翔这个人 有刘翔这个运动员 有刘翔代表中国的运动员 然后2015年 是个新的时间点 到现在 就我真正可以开始 活我刘翔这个人了 我现在是在上海 今天穿得特别运动 从来没有这样过 觉得很不自在 之所以穿成这样 是因为等一下 我要在这个学校 上一堂体育课 今天上课的体育老师 是刘翔 我已经听到校园里面 孩子的那种吵闹声 笑声 我要进去 体育课马上要开始了 刘翔 中国体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也是家喻户晓的110米兰传奇运动员 他是中国体育田径史上第一位 也是唯一一位 即奥运会冠军 市井赛冠军 国际田连大奖赛冠军 于一身的体育超级明星 创造了属于亚洲 属于黄种人的神话 2015年4月7日 刘翔宣布退役 有人说刘翔之后再无刘翔 也有人说 他是时代的见证者和领导者 退役后的刘翔成立工作室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了公益事业 和青少年的体育教育上 为偏远山区捐跑道 带孩子们上课 今天刘翔再一次走进校园 化身体育老师 与鲁玉一起为孩子们 上一堂生肚的体育课 我一回到操场 这些噩梦也都出来了 好 同学们好 同学们好 他怎么四年小孩都这么小呢 是啊 他 你老师你到时候前走 好好好 大家好 今天由我为大家 能上体育课 好好好 走吧 好 好 现在我们站队啊 站队 体育委员要站在我前面吗 我想问问有没有不太喜欢上体育课的 我当年就不喜欢上体育课了 你怎么好 他特别的怕宝座 哦 咱俩一样 我也是 我跟他站一起 我也怕上体育课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叫刘翔 我是一名跨栏运动员 好 好 好 我们现在先开始慢跑 慢跑一圈 现在干嘛 湘友 慢跑 湘友 你们这一圈多长啊 250 太长了 我们一起跑 好吧 好 然后过两路都可以怎么样 好 我到最后 哈哈哈 我们一起把鲁一紧 我们一起把鲁一紧 Oh No 还要跑步啊 痛苦了 放松慢跑 放松慢跑 我是特别不锻炼 特别不运动 我觉得你跑得挺好 一 二 三 四 哈哈哈 好 好 接着 现在我们做一些牵拉好吗 手下手 右边下手 哦 肚皮露出来了 哈哈哈哈 左边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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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这么不结实 哈哈哈哈 往上 不许动 一 二 三 四 你转下转 转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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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 下一转 我们这个班级 谁跑得最快 哪个 谁 哎呦 老师 那我我运气挺好的 一开始跑得最快 大家会说 给你再跑 他要给你再跑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帅 好帅 起跑非常地顺 马虎先把他第一位 旁边的是特拉贝尔 放进去 同学 非常好 你跑得非常快 那小红衣服还是第一名是吧 你是第一吧 他第一 你有没有猜要什么驱离 是你的比赛 以后可以说你跑过刘翔 开玩笑 你也在喘气了 对 会喘 你们把刘翔老师练得喘气了很不容易 接下来我们做个游戏吧 游戏的名字叫 谁是大漠王 谁是大漠王 每组选手以不同动作姿势 到达指定地点 并说出指定口令 完成以上即为通过 开始 你们两个女生在走猫步吗 你们两个女生在走猫步吗 好 笑了 我叫大漠王 我叫大漠王 你看你小朋友 我叫小朋友 你笑了 我叫小朋友 您老师微信号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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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有微信号吗 有 现在小学生就有微信号了 对 那你们家长管不管你们刷朋友圈什么的 管吗 不管 少看微信眼睛会不好的 我看微信看的眼睛都有点视力都下降了 这里是万人迷呢 万人迷 对对对 对小孩太会说话了 老师很高兴 现在我们到了提问环节好吗 好听老师 不光是可以提问我 也可以提问鲁玉姐姐 给孩子先好吗 你还记得小时候 背的儿歌吗 小时候背的儿歌 你说一个 额额额额 额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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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额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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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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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始 合理安排时间好 用时介绍不浪费 2017号日会 有小工作有关心 2017的世界 从丽姐姐来唱歌 我们一起开唱片 开唱片 你们前面提问了 现在远到我来提问 有讲问答好吗 答对的话有奖品的 一天 什么时候最适合跑步锻炼 早晨 早晨几点 7点 早晨是6点到8点 对 所以说大家 不答对怎么办 好 这是蛋糕 待会你们周五分 交给班长 谁来分待会 班长 下一个问题 人体的哪块肌肉最强 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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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答案都错了 好了 心脏是人体最强的肌肉 好 好 好 你们的 好 好 好 然后我们一起拍张 截几 几几照好吗 好 一 好 上完体育课刘翔临时决定带鲁豫来到学校附近距离不到五分钟车程的新装训练基地 在这里刘翔度过了他近二十年的青春岁月 前面 我以前看过那个体育新闻就是你当时是就基本你就过一个马路是是是是是是就是这 这天你就穿过来到这训练就行了是是是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进去都一圈 是待的时间比待在家里还多 那肯定的 那肯定的 跨栏就是在这 每天 好 那个时候对面的字看到吗 勤学苦力红字 就墙上的 对 完墙蓬勃 勇攀高峰 应该有二十年了这字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了 你后来做梦没梦到过这一天 梦到 我退役之后一直梦到我还在跑 怎么跑跑跑 有时候梦到自己哪里 有时候又梦到怎么有人站在里面 跑跑都跑不动 一九九六年 刘翔开始跟随教练孙海平练习跨栏 很快大家发现了他在田径方面的天赋 加上日复一日高强度的训练 刘翔的水平很快就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高度 十八岁获得全约会冠军后 开始频频出现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 然而田径项目历来都是欧美运动员的天下 在刘翔之前 中国田径跨栏最好的成绩 是由李同在一九九一年东京世界田径锦标赛 获得的一百一十米蓝第八名 就拿亚洲指导项目来说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进钱吧 除了以前我的前辈李同在一届市井赛上进了第八正好 就亚洲男子指导项目就没有进钱吧 在这个项目上中国人并没有任何优势 而就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刘翔在二零四年的雅典奥运会一夜成名 比赛开始 刘翔的起跑非常的顺 他目前排在第一位 旁边的是特拉米尔奥里加尔斯 刘翔 刘翔 刘翔赢了 刘翔赢了 刘翔创造了历史 刘翔以十二秒九一的成绩 打平当时的世界记录勇夺金牌 刘翔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男子一百一十米蓝 世界第一人 成为了第一个直到项目冠军榜上的黄主人 也让世界见识了亚洲速度 这让刘翔一下子成为了中国英雄 世界的焦点人物 自己好像已经 已经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个眼睛好像这个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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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就有点张牙舞爪那种感觉 特别是充现了一下 那 啊啊 就感觉 我 我瘀了 她的 刘翔 刘翔 花 刘翔 而成名给刘翔带来了无限荣誉和风光的同时 也让刘翔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各种颁奖现场商业诞言接触而至 媒体上刘翔的名字频繁出现 这样过度的曝光也让刘翔有些手足无措 04年拿到冠军那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你是无所不能的 就觉得自己是无敌的 因为身边的人也都这样说 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你就是个神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需要一个泼冷水的人在我身边 可能先开始我被大家捧上天了 然后有可能冷水的话还听不尽 还觉得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那个时候引导进了一个状态 就觉得自己是无敌状态 无敌模式 其实是不对的 人可能也是瞬间要长大的 04年之前完全就是一个小孩 04年之后我一下子长大了 是不是所有胜利的快乐 远远要比失利的痛苦要短 我就这么紧张地过去 就觉得我还是以前的我 我已经上升冠军了我怎么办 会想到这个问题 基本上签了不知道多少名了 然后拍了不知道多少照 你后来在任何时候有没有想过 我在04年拿了奥运冠军之后 如果我当时就退了呢 虽然我很年轻不可能 但如果我当时就退了呢 这就特完美 你想过 想过 在三家园员会 我想那样 如果就21岁之后 不可能啊 我放得了自己 别人放不了我 就是你放得了自己 别人放不了你 国家 我们 就没有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这是美人的 这是美人的命 这是你的命 2006年7月 瑞士洛桑举行的 国际田园超级大奖赛中 刘翔以12秒88的成绩 摘得冠军 现在是主要领先 公司了 应该是刘翔赛前 成功的终点 打破了成绩13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这一次能够破世界纪录 全天下纪录 一个人最可 2007年8月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第11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中 又以12秒95的成绩 首次获得世界锦标赛精录 刘翔处于第三位 刘翔按照自己的节奏 在往前赶 刘翔加速 刘翔加速 加速 天啊 刘翔十天赛冠军 我只是想把 中国男子田径短道吧 失去的时候拿回来 对 现在拿回来 今后还会拿到这个 刘翔在不到25岁的年纪 就已经完成了个人 在世界大赛中的全满冠 刘翔仿佛成了胜利的代名词 这也让众人对刘翔的期待 达到了顶点 在北京奥运会开跑之前 刘翔登上了美国的时代杂志 和新闻周刊的封面 刘翔能否在鸟巢夺冠 成了那届奥运会的第一关注点 在黑市上田径110米篮决赛的门票 被炒到票面价格的20倍以上 现在可以可以这么这么认为 08年刘翔肯定拿回去 这个是肯定是整个环境就造成这么个结果 必须要拿 2008年8月18日上午11点50分 举行着男子110米篮玉赛的鸟巢之内 坐无虚席 气氛沸腾 就为一堵刘翔的风采 但是事情的变化让人难以接受 刘翔又一次成了举国关注的新闻人物 哎呦 咬拳 一般运运有伤的时候呢 他会不会把强度加得那么大 但是你真正上了道之后 你再打封闭也好 再进行一些紧急处理也好 是没法比的 啊 刘翔退出的比赛 刘翔因伤退赛 鸟巢内外一片哗然 接下来陷入可怕的沉寂 在期待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 伤心的情绪不断蔓延 人们难以接受这一结果 随之而来的 是各种对刘翔的指责和不理解的声音 演员 影帝 临阵脱逃 害怕比赛 置一声铺天盖地的 想刘翔袭来 我在想 人生很多时刻真的 但你经过之后 你再回过头去想 其实 就是一段特别难忘的一个经历 就过去了 都过去了 08年第一次 后来09年 一年时间就OK了 就基本上没什么 比如说那一年 我在想 你不能看电视 不能看电视 不能看报纸 不能上网 没有 我会 你都可以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我只是觉得一下子 大家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你所谓的看电视 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镜头吗 也可以 我有一段时间是逼着我自己看 我要让自己去接受 这是支持 然后这是过去的事情 你必须得把它记住 那所谓什么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那时候能感受到吗 绝对重复能感受到 比如说你有什么具体的视力 让你感受到这一点 就包括很多事啊 很多人啊 就可以让自己看清楚 对 而且一些 包括冷嘲热讽啊 包括 很多朋友对你说的话 就说你还行不行 不要隐撑了 不行就退了 我还想起一段时间 想过谁能够揍我一点 让我感受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当时因为太疼痛 拔木了是吗 就觉得自己有点 有点不太对 就觉得谁做我的 做我一点 把我给删醒了 反正人总是要在某一个时候 开始长大 你就是一样一种特别 极端的方式 不断地长大 必须要自己学着去处理 没有人可以帮你 没有人可以帮你 我记得他08年 我当时我想 天哪 我说这个世界上 还有哪一个人的 压力比这个人更大 就是你无法想象那种压力 这种压力不是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给他的 就是一个所有的一切 就是汇集在那 就好像太阳 你通过一个什么什么焦点 它就那个火焰就会起来 这是一个道理 一切都凝聚在一起 造成那样一个结果 如果说2008年8月之前 是刘翔命运的真实写照 那么之后的故事 意运更加丰富 有人说刘翔不再是夺牌机器 而是以绝境抗衡 向死而生 2008年 殷商退赛后的刘翔 在2012年5月的国际田年钻石联赛 上海战中 以12秒97的惊人成绩 再次夺得冠军 一时间 大众重燃热情 称其王者归来 在所有人对刘翔充满期盼的时候 刘翔迎来了自己的第三届奥运会 也是最后一届 2012年8月7日这一天 伦敦晚里 男子110米蓝玉赛第五组的比赛 正在跑道上如火如荼的进行 刘翔在跨越第一个篮架时 摔倒受伤 因伤退赛 刘翔似乎意识到 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 作为运动员 最后一次站在起跑线 最后一次的比赛 在单脚蹦跳着 准备离开入场通道的刘翔 随即返回赛场 以单腿跳的方式 跳到最后一个篮架 亲吻告别了 陪伴自己十多年的伙伴 最终以这样悲壮的形式 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最终以赛 8月7号 对 我跟剑断了 其实当我走上起跑线的时候 我就觉得今天可能跟剑会断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没什么感觉了跟剑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要去跑 其实当时就是很疯狂的想法 就觉得你断也要断到赛场上 对啊 你自己必须可以自己一个交代 你当时害怕吗 害怕 害怕 害怕是因为你 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害怕 面对我们 对吧 对 害怕过 恐惧过 对 我觉得 有很多东西自己无法掌控 也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的内心 要不然就是无比强大 要不然你是无比性慕 换了 比如说我 如果在你的位置 我觉得我一定就崩溃抑郁 当我跟剑断了之后 我单脚跳到终点的时候 然后回头亲吻拦架的那一刻之后 我就做那个 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 跟剑斤搜上去 然后我就觉得感觉如释重负 对 那个时候已经感觉不到疼了 就没感觉 那个时候脑袋就 完了 你的奥运完了 也挺好 这样也挺好 那我说句特别狠的话 你在那一刻是不是甚至想过 如果我因为某种情况 我牺牲在这里了 我反而就真的释然了 我对得起所有的人吗 我 是这样的 你想过 一模一样的感受是吗 或者甚至用一模一样的词 可以去形容你这种感受 就是我在这牺牲是最好的结果 确实 其实这一件的 我一直不想说 只是在特定的场合 特定的情况 好像就我一个 就我现在 那个1201号 8月7号上了 那个时候我对我自己真的很残酷 事后 我心里暗暗 我下决心 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对自己 为了 为了你的家人 为了关心你 所以说我现在更多是在做自己 而不是 做谁的眼中的流行 听自己内心的想法 那时候任何一个声音都比你大 对吧 虽然说我很大 虽然说我跑得很快 但是又有什么用 没有用 人有时候真的只能做一些自己 不想做但是必须要做的事 但是我觉得我做了 我觉得感觉自己挺了不起的 嗯 就 很不后悔 真的 因为有谁 能像我一样 对 然后谁都想替我说几句 一旦 发生了事情之后 谁都不想替我说几句 人就不做 就是我听到过 让人挺难的 嗯 有时候这种时候我会特别难过 但我会想 这个时候 人家也没有办法替我说几句 我从来没有埋怨过神些些 我没有去责怪的神些些 因为我有时候真的特别 无奈地理解一个道理 就是以前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后来很多自己切实的经历 我突然明白这一点 就是 真的很多事情不是personal 所谓事态炎良 他其实不是对你个人怎样 只是只能这样的 嗯 说明我还是有价值的 嗯 对吧 嗯 当别人不能说什么的时候 因为他也的确没法 嗯 说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想明白这个 你可能会 嗯 会释怀很多 就是12年之后 12年之后 所有的退役的场景我都想 嗯 嗯 但是我还是想着回来的 我不是想着退役的 但是我想过退役的场景 从2000年10月的圣地亚哥世青赛开始 刘翔在12年的职业生涯中 一共参加48次国际大赛 一共取得36斤六银三铜的娇人战绩 48场比赛 45场包篮奖牌 这样的夺牌率在世界体育史上也极为罕见 然而遗憾的是 刘翔仅仅三次没有拿到奖牌的体育生涯战绩中 两次就是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这两场的退赛 这三分之二的比例也让有些人只记得他的退出 而忘记了他曾经的辉煌 因受到伤病的困扰 刘翔迟迟无法重新穿上钉鞋进行训练 最终在2015年的4月7日 刘翔通过一篇 《我的跑道我的蓝》的长微博宣布退役 文中写道 我恐怕要离开你们了 虽然舍不得 但是我真的病了 老了 我要退休了 我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再见 虽然不舍 虽然痛苦 但我别无选择 同年5月17日 刘翔举办了退役告别仪式 结束了自己辉煌与遗憾交织的职业生涯 动情处刘翔潇然泪下 今天很高兴 能够在这里有机会 和大家说再见 上海是我的家 也是我前进梦想 开始的地方 然后当你真正的宣布退役之后 就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就是按照我的性格 最好的就是退役 不要去搞什么退役仪式 我觉得像我的朋友 亲人说一下 像我的恩师 说一下像我的想当 发个微博 然后再网上说一下就好了 对 就退役很正常 每个月的人都要退役 这只是我的想法 这是你身不由己的地方 这是我的想法 退役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时代能够刮一阵风 我觉得我就足够 我很制作 那天晚上你睡好了吗 睡很好 之后都睡好 之后都睡得很好 经过一二之后 有的人可能过来之后 就剩半个人了 就是可能那个精神意念 死了一半是有可能的 就是整个精神 那灵魂可能就不一样 会有 你都在 我还在 我觉得我身体里最 最本身的东西还在 谁都抢不住 这个是否在 我真的很幸运 世界上有几个人 可以拿到人管局 从这方面来说 有多少人排着队断根键 只要奥运冠军给我就好 他好像一直在动情 就是一旦没有表达欲望的人 他一旦表达了 那他内心一定是会有 很多的那种 陪你积累了很多的情绪 很多的情感 然后到那个点的时候 那种情绪情感就会释放 那这十年真的是 可能心酸多过快乐 他会特别地动情 一直地 一直地有些 有些伤感 这个人真的不容易 1983年7月13日 刘翔出生于上海普陀区的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父亲刘学根 是上海自来水公司的一名司机 1998年 因单位分了房 刘翔一家搬到了这个 位于高价路旁的 上海老式小区 海棠院 今天 刘翔带鲁运 回到曾经居住的地方 虽然现在这里 楼梯墙面已经斑驳 看不到刘翔 曾经生活的印记 但是 对于刘翔来说 这里却是他极为亲切的地方 那那五年期间 基本上顶多就是每个礼拜 但是我那时候拿二游冠军 是在 因为还没搬呢 没搬 后来回来下面都是人 每天像参观一样的是吗 这是当年 这个楼 第二排第二排 我还记得 我记得这个房子 现在是我爸爸单位同事的孩子 在住 46号 46号 进门一个厅 一个主卧 一个客卧 那个时候是标配 南北通透 一共多少平米大概 一共是 我记得是79 之前我来理过 哪儿了 102 就这个就理发师 减个头多少钱 那个时候好像五块十块 我们小 对 五块 好像那小时候五块 来 你好 你好 妈妈 随你一会儿 好 好 好的 碰到老林区了 好的 没得走 没得走 我和她妈妈 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这是对你来说亲切吗 亲切 海浪雨 走 东方明珠 一直是上海的地标 每天都吸引着 数以万计的游客 前来参观 然而作为上海 本地人的刘翔 却从来没来过这里 在节目录制前 刘翔提议和鲁玉 一起来到东方明珠 圆自己这一小愿望 这电梯好能装人的 现在电梯正宜每秒七米的速度 将您送至标高259米的悬空透明观光走廊 希望您会喜欢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159米到了 哇 您好精准啊 刚刚说完就到259米 哇 没有上来过 第一次了 这是什么意思 昼平的一个玻璃走廊 我是有那个恐高症的 真的啊 没关系 看还是怎么有点软的 看还是怎么有点软的 看看很舒服啊 你敢看吗 敢看 啊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这是150米 比110米还要长呢 比110米还要长呢 没关系 不许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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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伤的你害怕吗 害怕 不许跳 你别看就完了 你别看我 我就不看 扭你眼睛就还好 你那么轻 我这么重 这跟重和轻 没关系 他胆还挺大的 你看到我们三高 没有 跟我赶了 我可以 下面是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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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的过山车 是真的过山车 我们也会转圈的吗 车本身不动的是吧 不是 我要先问清楚了 我不能被你们把我这样露上去 我要先问清楚 他会 他是乱转的吗 我可以塞得进去 可以啊 你腿可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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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戴一下眼镜 鸣海送给她 刺客 别吓人 我闭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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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闭眼睛 没那么害怕 你真的不要闭眼睛 你闭着眼睛 还闭着眼睛 吗 真的 ok Burton 我們現在跟我們的專輯人員 我給你VR 好,看一下現在消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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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啊 沒了 沒了 啊 這就是剛剛我們秘密的真實的這軌道 這個是變軌的 這個就是剛剛施機的軌道 哦 其實還好啦 其實還好啦 沒什麼 我小時候賣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這是什麼呀 這個 咖哩油 哎呦 這怎麼一下子變武大郎了 呦 腿好長啊 蜜蜜疤大長腿 我都未了 尾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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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真的特別感謝你 可以讓我去到很多以前沒去過的地方 對 我覺得我們呢 再次重複呢 是最好的行為 你覺得現在是最好的狀態 是 是身邊這個人是你將來跟你我們所謂叫白頭到老的人嗎 魯豫有約 大咖一日行 精彩 稍後繼續 外界對於劉翔的感情一直眾說紛紜 根本原因是 劉翔曾經閃婚閃離的感情經歷 劉翔在2014年的9月突然宣布與葛天結婚 9個月後又在微博宣布 因性格不合結束這一短暫的婚姻 就在外界紛紛猜測的時候 劉翔於2016年1月9號宣布 自己與當年的初戀女友無殺復合 同為田徑運動員的二人再次重逢 並在真人秀節目中 劉翔透露二人已經結婚 然而重新開始需要更大的勇氣 面對這段分分合合的情感經歷 劉翔作何獨家回應 我看到你倆在一起我覺得很對的感覺 是啊 我覺得她特別堅強 對 我能夠明白 因為我 也都是女性 我能夠明白就是 兩個人曾經分開過 內心她不痛苦是沒有 是不可能的 但那分開一段時間 作為如果我是那個女孩的話 我覺得我會 我人生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就此崩潰 因為我會覺得 我可能失去我此生摯愛了 她當時這是在他們運動員的時候 對在對 她想忘掉 忘掉這一切 我覺得沒忘掉 只是叫眼不見 是 眼不見心不煩 她走她肯定很痛苦 你那時候內心痛苦了吧 當時整個人的狀態是不對的 真的是不對的 都無所謂 我這樣想 整個人是 狀態是不對的 我能這麼去理解你們 我覺得你在運動場上 因為像你這種頂尖的運動員 你一定是一個 自我約束 要求能力特別強 但在生活中 你恰恰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弱 一點點軟弱的 性格當中一點點軟弱的 OK怎麼樣都行 是 所以你慢慢慢慢時間長了 就變成這樣了 但她能夠又再 重新接受 我覺得又更了不起 我已經感謝她了 不然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走 就是 她又重新接受 你們再見面 這已經是 可能分開又很 很久很久沒有見過你了 一年多 一年多 兩年 恍若隔世 然後人會有那種感覺 就是你會明白 這次 好像一切都 都對了 你本來 就覺得挺對的 你找幹嘛去了 你 你怪過你自己嗎 說我找幹嘛去了 怪過 我覺得很多事情 有時候是 民意中注定的 我從來沒有後悔 我走的路 因為一切後悔的事情 都是你 你這一輩子要做的事情 OK 還會再跟無沙 重新在一起之前 你做過所有的生活的決定 你都不會後悔 對 我覺得我們 再次重逢 是最好的系統 你覺得現在 是最好的狀態 你會覺得 身邊這個人 是你將來跟你 我們所謂叫 白頭到老的人嗎 我覺得這是應該 就是有的一個 一個 基本的一個 自信 或對自己的一個 一個期許 我內心就是這樣想 嗯 他們倆是戀愛 然後分開 然後再重新走到一起的 可能有的時候 你真的需要錯過一次 走一點彎路之後 才能夠更珍惜 你現在擁有的一切 我有一點點 沒想到 就是他會 從始至終 他會一直的 時不時的 就會有些哽咽 也會有些眼眶發熱 我在想 那這個人 他肯定經歷過太多了 我今天看到的 這兩個人 是很 我覺得是對的 那種對 讓我偶爾會有那種 鼻子一酸的感覺 你會覺得 有些人很幸運 生活會給你第二次機會 但是你再獲得一次機會 需要勇氣的 劉翔後來的勇氣 是我沒有想到的 夜幕降臨 華燈初上 星星點點的燈火 照亮了浦江兩岸 劉翔準備帶著鱸豫 一起夜遊黃浦江 感受上海這座城市的 獨特風情 挺涼的 哇 一股黃浦江的味道 是啊 想要再回應你呢 想要再回應你呢 一個時代能夠刮一陣風 我覺得我就足夠 我很直播 所以說我現在更多是在做自己 而不是做誰的演唱的演唱 YOUNG 國父 魯玉有約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後更精彩 一日行提醒您節目正在繼續 本欄目由港榮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獨家冠名播出 魯玉有約大咖一日行 邀請您下週三晚 繼續收看精彩節目 感谢新浪娱乐搜狐娱乐中心网凤凰娱乐中工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 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